说起体操运动员李东华,很多国人也许并不知道,但是在瑞士,他可是家喻户晓的奥运冠军,受欢迎程度不强于中国的李宁。 其实李东华就是李宁的师弟,但是这位李宁的师弟的体操生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,经历了不少的波折,最后成为了瑞士人民的英雄。 1967年出生的李东华,7岁的时候开始练习体操,在体操方面的天赋出众,16岁的他就成功进入了国家体操队,和李宁成为了队友。 正当李东华愁愁满志,想要为国争光的时候,1984年的一次跳马训练中的意外受伤,几乎赠送了他的体操生涯。 在训练中,李东华头部撞到了码头上,大量出血,进行抢救之后,保住了性命,但是他的左肾脏和脾脏都被切除。 对于一名职业运动员来说,这样的伤病无疑是毁灭性的,但是坚强的他并没有就此放弃。 经过努力的康复训练,他回到了赛场上,但是1986年厄运再次降临。 在一次自由体操比赛中,李东华再次受伤,双腿跟剑断裂。 对于一个需要爆发力的运动项目来说,又是一次毁灭打击。 一段时间内,他都只能在轮椅上度日。 但是坚强的李东华再次站起来了,1987年还在全国体操锦标赛上,获得了矮马的冠军。 但是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年轻人。 1988年,在一次双杠训练中,他再次受伤,颈椎和胸椎多处错位。 虽然没有危机生命,但是几年来的重大伤病,已经让李东华产生了动摇。 他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 就当他要放弃的时候,在天安门遇到了瑞士女孩艾斯波兰莎,让他再次充满了希望。 两人相识后迅速相恋,李东华再次燃起了希望。 为了这段爱情,李东华放弃了继续留在国家队的机会,选择了和艾斯回到了瑞士。 1988年10月两人结婚并且定居瑞士。 因为瑞士公民权的问题,五年内他不得参加国际大赛。 为了养家糊口,他一边训练一边打工挣钱,洗车,搬轮胎,去工地干苦力,这些都做过了。 李东华一边打工,一边创造条件训练,即便是再难,他依旧在坚持着。 1994年,李东华获得了瑞士的国籍,并且代表瑞士参加了29届世界体操锦标赛。 拿到了阿玛项目的铜牌,也打破了瑞士40多年没有获奖牌的记录。 在1996年的奥运会上,李东华为瑞士夺得了奥运会体操项目金牌,因此成为瑞士的风云人物。 连续两年被评为瑞士最佳运动员,而且成为了国际安委百年奥运风云人物的其中之一人选。 可以说,李东华的体操生涯,充满了传奇色彩。 当年如果不是遇到了棋子,也许李东华早就放弃了,也正因为他的坚持,才造就了辉煌的自己。 回忆起这段辛酸的过往。 李东华坦言,当年国内的训练环境肯定更好,但即便你努力也未必派你参加比赛。 而在瑞士,只要我比他们强就能够参加奥运会。